好 今天这集我们继续开箱粉丝的保护壳 那这个保护壳呢 是这个Spegan的这个Liquid Air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它是这个米色的 也是没有按键的 那Spegan的包装都是一个这个纸盒 然后一个塑胶皮 塑胶套 怎么那么滑手 好 那它这一款呢 我像一拿起来就是它的一个特殊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纹路 就是很像这个三角形的这种灵格 然后整个这个背板都是 而且它这个壳也是软壳 一个皮而已啦 然后超轻薄的 好轻哦 然后它的背板就是Spegan的这个经典 就是花一个这个很像地球的这个纹路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logo 它这一款很像那个以前 有一个叫什么啊 什么Mag Armor还是什么 很薄一个皮而已 但是它这个皮 不会太干燥 它以前的为人诟病是它那种太干了 它这一次这个不会太干 湿湿的 而且它的这个边这一次都有做这个 横切的这个颗纹 然后这边有吊饰孔 它的按钮呢也是这样开的 哇 不过它这一次都好可惜哦 它的这个按钮就是前面这一段就是做的比较凸啊 所以上一个我觉得按到这里不舒服 那它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边是这样有一点斜斜的消进去的 所以它斜斜消进去的话 这边有一个角度在按就会不舒服 等一下我们按就知道了 按钮的话是开两刀的应该会很好按 这个壳很像裸基壳啦 就是你如果在找这种一个皮而已 你看这个一个皮 那它跟那个什么 我们说那个麦麦米的差异就是在于说 麦麦米的它虽然是也是比较软一点 可是麦麦米那是因为它很硬 它是硬的壳变成很薄 所以会软 那它的这个不是它是直接软壳 所以它本来就是软的 然后它的洞是四六开 第三方开的蛮大 不过这种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太软了 导致这个蝙蝠服贴 不过Speacon一般都做的蛮不错的 然后我这边没有看到MagSafe 它这一款是没有MagSafe嘛 不晓得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 四个角落Speacon好像都会做这个气囊 这一款你看四个角小的一个小方块 它独特的那个气囊的设计 这边有吊饰孔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重量 34.2克 非常的轻薄 好 那我们装看看 裸机壳啦这种 而且它的这个塑料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G4SPECON的 它的这个表面的处理 我觉得都是很棒 然后它这个都是边啊 就是很漂亮 不会卡到萤幕保护贴 我是贴小好的 而且它有把那个银色的边 把它咬住 然后这种比较薄的壳 就是怕说这个边不服贴 我看它的边是都蛮服贴的 不过这种比较软 所以可以稍微这样搬开 这个都是正常的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搬开的这个 做的很不错啊 那反而比那个什么UAG UAG的更容易搬开 它这个不会 它这个有点好像说 你要搬开的时候 它的边已经有卡住 然后侧面这边是有写这个SPECON 它这个旁边的这个颗痕做的很好 按钮的话非常非常的好按 然后呢 这个底面的这个开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按键 按键是不错按 但是就是它奇怪呢 它为什么是把开孔 这个比较平的做后面 它应该两边都要这样子 它现在这一边就是说 你在按的时候 按后面很吃力 因为这边怎么会凹一个洞 就是跑斜切下去了 这边按好像会滑掉 但是你按前面又不舒服 因为前面它这一根太尖了 这一根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的SPECON的开孔 它整个壳跟上面那个壳一样 就是整个壳都做不错 可是这一根 我觉得它的这个开孔的设计 有点不OK 所以这边可惜扣分了 看这个有没有Megasafe啊 它是没有Megasafe的吗 哇它这一款是没有Megasafe的 就是我现在吸只能靠原来的吸 可是吸不起来 所以这个是没Megasafe的 如果你要Megasafe的 你是不是它会有Megasafe的版本 那我们就不用测后面了 这一款就是说你不要Megasafe的 然后相机的这个开孔 你不那么要求的 这个很轻薄 那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又跟上面那个Ruggy Armor不一样 因为它的是整个都是光滑的 所以这个触感也是非常好 背面的话是有这个零格纹 这个摸起来是 也是另外一种触感 那止滑度的话是上一个那个Ruggy Armor会更好 然后这一款是觉得好像裸机一层皮随便用的 然后最大缺点是说它这边有一根 然后没有Megasafe 我建议是还是要买Megasafe啦 因为现在太多吸的东西了 好那今天自己就要这楼 希望更多人会有帮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